其实应该介绍的是我们必得力一公斤的氧气机的一个操作面板 而这个面板呢我们先分三秒来说 第一点是我们的一个运行开关 然后按了运行开关之后呢 那我们要按的是我们点火 可以你按了点火去之后 等大概是五秒钟的时间 你可以往我们一个点火开关这边去看一下 OK这边开氧气 好的 如果在点火的过程中 下面是没有开始的话 点火是失败的 所以我们在按点火的开关之后呢 那我们就要把我们的一个煤气要开起来 因此开关旁边的按钮 是我们的一个冷却开关 专门冷却我们的一个烘完的一个豆子 靠近冷却开关的是我们的一个 烘焙时间记录表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是我们的一个风门调节法 零到十的一个调节度 零这是光 十这是最大的 那在烘单品的过程中我们建议 一到三的一个调节度是单品烘焙 就是一爆密集 我们完全全可以把烘焙的烟抽走 因为过大的烘门会导致里面的一个阳气温度不足 那如果是烘到二爆密集的我们会建议最高可以开掉八 八的一个烘门是完全可以把二爆密集的烟排除 这里呢是我们的一个橱楼舱 而橱楼舱下面这个开阀呢是我们放豆的一个开关 而开关下面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取暗磅 取暗磅下面这里是我们的一个透视镜 所以我们是可以看到豆子里面的一个发展 从绿色翻展成黄色再到赫石灯开绿色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烫豆的开关 好的 接下来为大家演练一下如何操纵低德地氧气机 OK 那我们现在烘焙的是300克的一个样品 300克的样品的话 那我们预热的温度大概是180度的一个预热 而我们下面的一个氧气阀我们会调到1 这样子的话呢 之前就会给足够的热能去热豆子 而后期你可以调整下面你的氧气阀在一爆的过程中 尝起的寿命可以把火力降低 而让它一爆的时候 换身物质会发的更多 好 我们现在可以操控 烘焙开始的时候 我们要记得把时间记录仪开关开启 在烘焙的过程中 我们现在要把绝案勺里面的样品都拿出来看一下 要注意一下它们的一个颜色 这边呢 是我们的一个透视镜 我们可以往往前面能看得清楚 咖啡豆在后面的过程中 从绿色变成浅绿 浅绿而变成黄 黄变成褐色 褐色变成咖啡色 整个过程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而取暗勺呢 是方便我们去看去闻 整个烘焙过程中 取暗勺它们有一个很大的作用 它除了给你去闻咖啡跟去看咖啡的颜色 还可以看得到这里面是否有白烟或是黑烟往外面去排 如果有的情况下 那我们就调节我们的烘焙 如果没有的话呢 就是正常的烘焙 刚刚已经跟大家说过 对于单品的烘焙来说 一公斤的豆子 那我们一到三的一个烘焙开阀 调节起来的话呢 其实会更利于我们整个操控 刚刚我们也解说过 一到三的一个调节法 我们已经足够用一公斤的一个单品开阀 为什么这样说呢 是因为我们三的一个烘焙是已经足够大 去把一公斤的那个金银咖啡肉的盐去排除 排除到外的 如果烘焙完毕之后 准备一下之前 一定要把整个开关开起来 烘焙完毕之后呢 我们不需要急着把运绳开关给关掉 我们要看一下 我们内过路的温度是多少 我建议50度左右的时候可以把它关掉 如果高于50度 或者是现在的70度关掉之后 很明显会反弹 它从72度的温度可能会一直飙到80度 90度 这样子 所以我们建议是低于50度的时候才把它关起 后备焦层呢 就到大厨结束了 那么再说吧 起来